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力提升了我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为进一步推动我县体育事业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颁奖仪式结束后 省体育局副局长杜荣带领省体育局调研组一行 深入里高江北宋村和县体育中心 实地检查了我县的体育场馆建设 农村健身活动广场建设和体育活动开展赛事举办等情况 杜荣希望我县充分发挥体育设施健全 体育资源雄厚等优势 积极发展 滑雪 户外休闲运动等多种产业 抓好体育人才的培养 推动竞技体育 全民健身 体育产业同步发展 8月19号 县委书记马鲜明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 深入309国道 省道 焚屯县 沿县各乡镇专题调研5到5之工作推进情况 县领导 杨志飞 冯贵星 赵旭光 段连刚 焦彦平 李书红 王建平 高中玉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郭学斌等一同调研 马鲜明一行 相互深入于泽镇 上村镇 陆村镇 陆村镇 林匠镇 河珊庙 张电镇等乡镇进行调研 继8月5日 全县第五轮5到5制观摩检查结束后 各乡镇坚持问题导向 克服为难情绪 对标先进 梳理清单 落实责任 探索建立卫生保洁成效机制 再次掀起了5到5制整治工作新高潮 林匠镇不等不靠针对全县第五轮5到5制观摩检查提出的问题 历书历行抓整改 切实抓好规划建设 逐利解决村与村整治工作不平衡 存在卫生死角 乡村道路路面破损等问题 陆村乡大干苦干 因敌质疑 因村质疑 西兴旺村5到5制行动特色凸显 有声有色 美丽乡村呼之欲出 调研中 马鲜明还针对5到5制工作中存在的架空线路杂乱 道路积水 规划建设速度不快 绿化 美化 量化标准不高等问题 逐项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 马鲜明要求各乡镇各部门要在鼓干劲 切实解决部门与乡镇工作中存在脱节等突出问题 以连续作战的良好精神状态 高标准严要求扎实推进5到5制工作 确保整治行动精细精致 落小落实 推动工作上水平 提档次 增品位和民意 真正做到至美 至好 至顺 至彻底 就国道服务区规划建设工作 马鲜明强调 要科学规划 加快建设 完善保障功能 为过往车辆提供加油 气修等服务 彻底改善道路周边 乱停乱放 违规停车等现象 8月13号下午 县委副书记 县长翟伟华 带领县交通 水利 林业等部门负责人 深入西流寨开发区黑家口村 就上党关旅游项目进行实地调研 翟伟华徒步上山 边走边看 边走边说 翟伟华说 这片山是大自然赠予我们的宝藏 要利用好大自然的原生态进行开发 利用山里的水 山里的树 山里独特的地理环境 有目标的开发 带动山里农民生活环境的改变 提高周边村民的经济水平 努力开发成一个即休闲娱乐 健身康体 生态观光 城市公园与一体的农业生态园 要加快农业生态园休闲旅游设施建设 推进现代农业与休闲旅游融合发展 改变单纯生产农产品的功能 拓展观光 采摘 参与 体验 科普等旅游功能 配套餐饮 休闲 娱乐等设施 建设功能齐全 各具特色的农业生态观光休闲旅游 推动我线休闲旅游快速发展 要努力推进农家乐建设 推动乡村休闲旅游发展 屯流县按照整体规划各尽其美的思路要求 挖掘优势 突出特色 打造亮点 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让墙壁可阅读 会说话 这种新景致不仅呈现在了屯流县临降镇的东河北村 如今在屯流县各乡村主干道上 涵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村规民约 中华传统美德等等相关的彩绘宣传画随处可见 让原本枯燥的墙体变得图文并茂生动形象 美丽乡村文明建设的浓郁气氛扑面而来 屯流县按照一村一运 一村一景 一村一品 一村一特色的思路 注重对自然生态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挖掘 依据村庄资源秉赋 历史文化 民族民情等 因敌质疑建设美丽乡村 建成了一批生态特色村 产业特色村 农家乐特色村 旅游特色村 文化特色村 党建特色村等 逐立打造美丽家园 我本村在屋岛屋子行动中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从环境综合政治 技术配套设施建设 提高公共服务设施 方面有收 列举屋村直升建设的特点 送文化球文化地银 大造民宿文化村 对全村能力化的地方进行了全部力化 建设文化墙 二十本边 修建了两个文化广场 篮球场 让全村的男女落手 都有了休闲娱乐的唱说 下一步 我们在前期的工作技术上 进一步对全村的猪戒刀进行高质量 高标准的映画和绿化 为大家带着一个更加为理宜居的生活环境 提升全村群众的幸福制作 自五到五制行动开展以来 经过全村干部群众集中攻坚 全村面貌发生了大转变 大改观 截至目前 全村总投资四十五万元 出动劳动力一千六百多人次 拆除围建二十五处 三千一百四十五平米 清理六堆三千五百方 白化一万三千平方米 建文化墙二十八面 高标准打造了文化广场 在梅丽乡村建设中 该村进一步实施了提档升级工程 他们采取了见缝插绿的方式 进行了高标准绿化 力争实现四季长青 三季有花的绿化效果 东河北村在巩固整治成效的基础上 深入挖掘资源优势 着力打造民俗文化村 全村面貌发生了大改变 进一步凝聚了民心 一个民风淳朴 正通沿河 秀美亮丽的东河北 呈现在江河之盘 五岛屋子开战以来 我们村的变化特别大 十五千 街道干净了 有话免着就打了 又秀了这个广场 老百姓远了 不想出门了 他远出来互动了 这么好这个环境 需要大家来共同维护 共同维护 共同收和我们美好家园 进入八月 核桃进入成熟期 上连开发区的万亩核桃基地迎来了核桃采摘热 位于上连开发区蔡家沟村的柯绿园核桃示范基地里 连片的核桃树漫山遍野 郁葱葱 核桃树上已挂满翠绿的核桃 两棵一枝 三棵一簇 长湿喜人 硕果雷雷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在核桃园里进行享受采摘的乐趣 游客三五成群 或细心挑果 摘果 或拿起手机与果树合影 核桃园里充满欢声笑语 核桃成熟了 我和朋友一起来到了核桃园 尝到了青皮核桃的鲜美 也在这里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我们也非常高兴 颗绿园核桃园是上连开发区的核桃种植示范基地 今年 核桃成熟之际 上连开发区在全区范围内推出万亩核桃采摘活动 科绿园核桃基地作为万亩核桃基地的示范区率先开展采摘活动 迎来首批采摘的游客 咱们这个核桃基地有550亩 有40多个品种 主要这两天 青皮核桃比较好吃的有四个品种 就是鲁光 棕林 礼品 辽和 这四个品种在这个8月份中熊到9月中熊之间 它这个口感比较好 不仅核桃基地迎来许多采摘游客 农民自家的核桃园里游客也是络绎不绝 采摘游作为一种新的生态旅游方式 既能让人感受田园自然风光 体验亲手采摘乐趣 又让果农充满了丰收的希望 这几天 蔡家沟的秦存志 每天早早就来到核桃园里迎接游客的到来 往年到了核桃丰收的季节 老秦和家里人都会忙活一个星期 进行采摘 脱皮 晾晒 既耗费人力又浪费时间 今年开发区推出的采摘活动 让老秦省了大力气 还增加了不少收入 这两天核桃到了成熟期 现在向里头搞了个采摘活动 这两天采摘也不少 通过采摘活动 可以手上这个核桃 我觉得地处可以得到采摘差不多了 重体大概有三分之一被采摘了 正在山下这个小谷来的是 有目的中多收个三十百块钱 我三不来地可以收多创收个千百块钱 这个活动来是对这个农户是非常有好处的 既上了下一期这个成熟以后 这个业共这个采摘费用 那还增加了在这个农民这个受益 以上就是本次县区时间团留周刊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